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來觀賞我的視頻 和阿里伯伯一起來練武功,學習Sallyworks 3D繪圖技巧 希望看完每集視頻後,對你有所幫助 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阿里伯伯練武功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這個東西 我們詳細看一下它相關的尺寸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樣子 怎麼樣很快速的把它建立 這個主要的問題是這一個面怎麼樣來處 看一下它的尺寸 八十八,五十 那厚度是十八 那這邊你看 這邊的距離是二十八 然後 這邊距離是十二 這邊也是十二 這邊是三十八 非常簡單 但主要問題是這一個面 才是關鍵問題 那這個這個面它尺寸是怎麼樣給我們的呢 它這邊有一條線 這就是這條參考線 來我們看它的沿途是怎麼樣一個情形 這是圓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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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主要的关键是在这个地方 那在画图的当中 我们将这个体积先把它弄起来的话 然后再画这一条线跟这一条线 就可以建立这个面了 那另外一个比较聪明的方法呢 就是说我们将这个本身这个体积 先把它长料到标准的高度56 然后这一点就已经出来了 你再画条参考线45度到这边 然后这个面就可以先建立起来了 面建立起来的话整个这个地方除料就比较快了 OK,我们现在分析到这边 我们将这个图档把它隐藏起来 然后我们这个也是一样隐藏起来 我们再示范一次给各位大家看一下 看是,看它是怎么样一个情形 一样哈,我们从上七字面开始画 画一个四方形形 我们注意一下 我们注意一下尺寸 这边是88mini 按摩 按摩 这边是50mini 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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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顺便呢,将这 两边的线 把这两边的线 把它建立起来 除外线 除外线尺寸 这边到这边 这边到这边 也是一样12mini 然后 然后 这边到这边 它是38mini 38mini OK 这边到 这边 它是28mini OK 那整个这个图形 大概就草图绘制完成 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整个把它长料出来了 特征 生长 添料 直接 到 56 首选的轮廓 前部 OK 看一下图形 56 88 50 OK 然后 接下来 我们这一条线 先把它画出来 45度 就是这一个面 先画一条直线 从这里 点出来 然后 次卫星尺寸 这个地方 到下眼 它是45度 OK 这一条线 先点出来了 那我们就 可以有一个参考集合了 基准面 基准面 第一条呢 当然是这一点 第二条呢 当然是 这一个点 然后这个面就建立起来 这个面建立起来以后 我们就先 等一下 那我们 再从这个面 不要的 先把它除掉下去 点这个面当 绘土炒族的基礎面 然后我们用参考图圆 就是原来第一个这个部分 不是 这一个部分 我们就 参考图圆 不要的 不要就是四个框框 这个部分 向下除掉 它 它 生长吞度 我们用 到 某一面的平移处 就是 18 哪一个面 当然是 上基准面 就是 然后 我们选择这个地方 整个地方 P 这样做 OK 好 这一步 已经完成了 看一看 18 正确 OK 最后呢 就是 用这个面 来除掉就可以了 我们用这个面 当基准面 绘土炒族 来 正式 再 回来 随便画一个圆 大大的圆 OK 特征 除掉 OK 整个图形 就完全 去除了 到时候我们这个 将所有东西把它印藏起来 就完成 我们的这个 今天的这个 弓箭的图形 你看一看 我们检测一看 这边28 宽度12 这边的宽度也是12 然后这个是88 这边是38 这边是50 看一看 是不是一样 88 50 22 12 这边38 12 这个是48 这边是 这一条数字 45度 高度56 看我们的高度 看怎么样 18 正确 这个 这个图形其实是蛮简单的 但是主要是 这个面 有的 不太熟悉初学者的话 这个面会比较困难 这是很简单的一个图形 那这个颜色 就是因为我们刚才有做 有做出来了 所以它会变成 这个颜色 你如果没有点颜色的话 它就变成原来的颜色而已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此结束 谢谢各位观赏 OK OK 今天的绘图视频已经结束 希望看完这集视频后 对你有所帮助 在Sallyworks 3D绘图技巧上 若有任何问题 欢迎来信 我懂的是 会尽量回答你 若你有更好的绘图方式 也请你告知指教 正所谓 教学相长 看得越多 学得越多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订阅 点一下赞 帮我加油打气 按一下右边的小铃铛 有新的视频 就会通知你哦